海参发出来之后是50到75克 而且是真真正正的海区底波液生 就是这个海参发泡起来没有那种很难闻的腥味 是一种纯正的海参味 而且口感非常好 为什么告诉你是一个区间啊 为什么我跟你讲的是能发10到15倍 因为大家对于该海参发泡成什么样子 属于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理解 你可以紧着它发 它能发到15斤 一斤干参可以发出来15斤 那个口感跟发10斤就不一样 同时你通过这个事情啊 你就可以去推断出来 为什么即使海参也是有差价 除了养殖跟海区底波的这个差别之外 还有口感的差别 你是可以把它成本放低的 并且可以通过挂冰来调节 谢谢大哥大的关注啊 并且通过挂冰来调节 咱家的海参是裸身称重 没有挂冰 多大的海参画都完了 它还是那个大小 它不会给你就是本来这么大 然后一画缩小没有 而且有的海参它会就是表面挂一层 挂两层的冰 它其实主要就是为了压秤 再就是口感 你想买好的即使 好的盖身 你想买跟一线品牌专柜里面 我说的一线品牌 不是说一线城市啊 就是海参品牌的一线 而且你要去线下专柜去比 因为线下跟线上一线品牌 他们现在分两条路去走的啊 在线上或者直播里面 他们找一些明星代言的 然后整的很平价的一些东西 都是跟他线下装柜里面 不一个品质的 有线下线上都买过的啊 并且这两个是有差价 那你不能说我线下买的 这个盖身是两万 我线上买的也是两万 怎么怎么人家一样 线下线上一个价格的 它就是一个东西 线下线上两个价格的 它就是不一样的东西 因为海参这个东西 说真的消费者 你一般是看不懂的 你养殖跟海区的货 没有看我直播之前 你是觉得差不多的东西 对吧 你看我直播之后 你觉得不算那么难分 然后这个海参 比如说该海参吧 正常该参 如果是在国家标准范围之内的 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就是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它还分特级一级二级三级呢 这中间它的含盐量差距会非常大 这是在国家标准范围之内 你要知道很多廉价的海参 它不是这些东西 它不是说盐分多一点少一点 它是加其他非法添加 就是各种各样奇怪的料 中心思想就是为了降成本 你知道我们行内有一个专业术语是什么 电商专购款 就是凡是在我们做海参这个行业 你只要打上电商专购款 或者说社区团购款 只要是带上这两个名词 就一定意味着什么 这个东西非常非常便宜 就是这个东西是最便宜 最差的质量 才打上这两个标签 最差的质量才打这个标签 而且这个最差的质量呢 你可能会觉得 那我去检测能检测出来 很多时候你因为你不知道里面加的啥 所以你压根不知道检测什么内容 你不知道检测什么的内容 那人家还敢给你每一单 比如说你买干身还是啥 我给你附赠一个复印件 就是检测报告的复印件 你一看 就跟你去买那些假 有一些假的珠宝一样 他不是说他不给你带那个检测报告 只是说那个检测报告 只是说那个检测报告 是他们自己的机构出的一样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咱买海参 给你看那些东西是没有用的 我们要知道一份无添加的海参 它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表现特征 一份真真正正的海区底部 野生海参 它应该是什么样子 什么味道的 不是说给你个什么报告啊 什么证书啊 那玩意有用 你们想想以前的实名商标 怎么干没了吧 对不对 咱们以前是有实名商标 是有检测产品的 现在都没有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知道那些荣誉啊 证书啊是没有用的 是没用的 在利益面前那些东西都是没有用的 你要知道的就是时刻保持着 我们对一个食品 它基本成本的一个尊重 就是我要尊重 我想买海参 底部野生的 我要尊重它 我不能说我花个一千五两千 我又要买海参 底部野生 又要买纯蛋杆 就我要尊重它 因为我知道它大概是什么成本里出来的东西 你看现在很多买家上当受骗 就是因为咱不尊重它成本了 老是希望以地域 也不怪买家 老是有的人一开播就 直播间的老铁啊 今天又回馈 又不挣钱 又赔钱 又贴钱 把一些人说着说着就相信了 因为直播的太会演戏了 直播的太会演戏 昨天看一个主播 是一个中型主播啊 直播间几千个人 中型主播 然后在 它不是只卖海参 卖别的东西 这个海参呢 是一斤称十八个的 又是野生 又是胶原蛋白 又是九年 一斤称十八个的即食海参 它是真敢说 反正是 卖的也不错 也卖的几百斤 即食海参卖几百斤 卖一百九十九 一百九十九 养殖的海参 你们但凡 买过身体的海参 你一看那个海参 你就能看出来了 所以我说 大家为什么要 真真正正去买一次好货 这个好货 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给你树立一个海参 证券的一个标杆 你不是说我谁 拿着养殖海参 骗你 你就信了 因为你知道 真正的海区体国 野生海参 它什么样子 就是一个标杆 我见过好东西 我见过世面 我不是没有见过世面的人 就是这样子 你别随便拿个什么东西 都来骗我 我真的发现 有一些主播 就是 选品啊 就是 怎么说呢 什么便宜选什么吧 线下什么 投手不好卖的 什么便宜选啥 野生说的可自然了 它那个海参 都不要说是什么 海区底部野生 十字神都不是 就是北深南养的 吊龙养殖的那种海参 就在福建 峡谷那个地方养的 吊龙养殖 然后还让你觉得 海参吃起来很便宜 一个海参十块 十块十一的 你觉得哎呀 又是包油 你们看啊 就是又是包油 人家一斤包油 孙姐姐你怎么回事啊 你还要五斤包顺丰 你也没有那么小 让我们觉得 十块钱就能吃海参 确实没有啊 因为咱们是卖 真正海区货的 说真的 你吃个海参 想花个十块八块的 就不要把钱浪费了 你吃个海参 一只海参 你想花十块八块的 为什么要浪费这个钱呢 你想吃海参 底部野生的 咋的 你不得花个二三十吗 二十来块钱的时候 你要有的时候是要吃半个的 但是咱的半个 就别说半个了 咱的 就是那种海参 五分之一 也比你吃那种的 一天一个强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只是消费者好多 不明白这中间的道德 人家说几年海参 你就真信了 你把重点放在 你最没办法把握的一个东西上面 生灵这个东西 你都不要说你消费者了 你就是说养海参的人 他也没有那么肯定呢 哎我这个就是几年几年的 就是几年几年 没有那么肯定 都是约束 因为海参不像树一样啊 树我把它对吧 切开 它有年轮 一圈两圈三圈五圈的 对不对 你那样你能看出来 海参它是没有年轮的 它真的是个约束 我们作为消费者 我们能看懂的是什么 是生长方式 生长方式你都得好好看 你都得说 哎我这 我是见过海区抵波野参的 我是吃过海区抵波野参的 你才能看懂 你这都看不明白 你就开始在那说生灵 你就眼睁睁看着别人 拿着一斤冲18个的几时海参 告诉你七年八年 又是野生 又是这个 又是那个 你们看看 申姐家去收生 我家有小个头收生的吗 我做一年 做出来能剩一点点小个头的 海区的货 它就不出小的 我不知道咋给你们形容 这个事 它就不出小的 一到三挂四挂 能到五就很少很少了 基本没有 五基本没有了 好多人不明白这个理 就是你一边想要海区抵波野参 你一边想要生灵肠 你一边去要求它很便宜 只能等着上当书片 我今天上午发的那个绍兴的 也是我的一个老客户 他应该买了我呢 有三年四年了吧 他以前是吃七到十只乘一斤的 然后有一次呢 他跟我买 我跟他讲 我说不好意思 我说七到十个的现在缺货 我说这样 你要不要试试我家五六个头的 他试了一次五六个头以后 他每次都要五六了 我说 我说七到十的有了呀 不要就要五六 有一次是我五六个头的缺 我说你你如果是你要五六个头 你得等几天啊 我说我这两天 反正现在这样做呢啊 大概得等个四五天能出来货 他说那我就等 我行事以前你是吃七到十的 吃了一次五六个的 为什么 人就是这样 你是从减入摄益 由摄入减难 就是你一旦吃了 生长期更长了 然后那个 你看我跟你们提生长期 为什么可以提 因为海区底部野生的海参 你在遵循那个越大的生长期越长 如果你不把那个前提点出来 你说我不确定我这参是不是海区底部野生 你这个没有确定 你都在提越大的参灵越长 纯是胡宗 而且是不是海区底部野生 绝对不是说卖家讲的 是人家海区底部野生 就给你们拿一个干身伟丽啊 人家跟养殖的 它长得就不一样 海区底部野生的偏粗胖 中间粗两头细 很多养殖海参 它是这样直勾勾的反向翘 像这种的啊 而海区的话 它都是有点内扣的 基本上都是有点内扣的 也不能说没有一个反向的 就很少很少啊 吃了一次五六个头的 以后全部都要五六了 你们觉没觉得 你们以前不知道神姐 从2017年做主播以后 我卖的海参是不是 个头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其实就是引导消费者的消费习惯 一开始呢 让你觉得吃海参这个事 吃海参不贵啊 一个月几百块钱是不是 我每天吃的情况下 一个月花几百 然后呢 你自己在这个当中受益了之后 你自己就会想着 我下次要不要试个头再大一点呢 对吧 你自己就会有这个念头 你看那个肝神 你看现在直播间都卖 都卖什么样的肝神 真的使这些人是真敢卖的 竟骗一些 我就是对你对海参的价格 对干海参跟及时的价格 没有任何一点概念的 干海参它不是个千八百的东西 明白吗 干海参它不是个千八百的东西 干海参为什么贵 我一跟你说原因你就知道了 一份真正好的干海参 一份配得上海区底波野生纯淡干的海参 它是需要活海参 海区底波野生活海参 35斤才能干出来一斤 你们去想一想海区底波野生活海参 一斤多少钱 35斤才能干出来一斤 这个干身是什么样的定价 你就直接往它成本去想 你都不用想 这个做海参的人 相对还得稍微赚点 你就往成本去想 你想买海区底波野生的纯淡干 你花个一两千块钱 凭什么能买到 那为什么你在直播间里面买到了 不是那个卖家放漏啊 又是赔五十万呢 赔五百万呢 它不是 是欺骗了你 利用你对海参 就是你对这方面知识的匮乏 去欺骗你 什么工厂放利啊 你记住工厂再怎么放利 海参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不是没有成本的 而且就算没有成本 你们一定要想明白一个理 这个东西 我就哪怕是我捡了一个东西 我这个海参是捡的 我都不可能 这个东西价值 我假设它是一万块钱 我会五百块钱往外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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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肯定不会 明白吗 你一万块钱 我可以卖九千五 对吧 价值一万 我着急用钱我九千五可以卖 我九千可以卖 我不会五百块卖的 你花个一两千块钱去买 你想买海区底波的成蛋杆 你就不能说我低于它成本价 更何况在海参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今天又往外打了好几十万 今天又往外打了好几十万块钱 每天现在就是打钱打钱打钱 每天就是往外打钱打钱 现在主打一个往外撒钱 你看我们收身的时候啊 真的有没有诱惑 太有诱惑了 这个诱惑在哪 就是你收身的时候 你收点池子身啊 收点收网相货 又漂亮 收网相货是最好看的 六排次 还漂亮 你要是做这个干海参 你不做纯淡干的啊 你做那个添加的 这种长得快的这个海参 吸的东西还多 你说为什么要去收海区的货 就是因为咱的客户 高品质客户 高质量的客户 什么样的货找什么样的客户 什么样的客户找什么样的货 咱不能跟 因为森姐姐这个人 没办法睁眼说瞎话 什么叫睁眼说瞎话 我一见那个 直播间有些 有些卖那个养殖身的 告诉你是野生的 又是什么八年九年的 我就觉得他们的脸真厚 真能说得出来 我就说不出来那种话 我觉得但凡这个消费者 冷静脑子去想一下 你一斤撑18个的即食海参 都七年八年了 我问你 称七个的海参多少年呢 海参是有平均寿命的 海参的平均寿命不过十年而已 海参的平均寿命是十年 到点了 到就像人 到受限了 这个海参的平均寿命不过十年了 海参死掉 它是化 直接就自溶了 为什么海参你收了之后要马上去加工 怎么不能等一等 不能 一类海参一出离海水 很快 它表面就开始溶解 你那个活生出来之后要打上保温箱里面加上冰块拉到加工厂才行 不然它就容易自溶 而且你们发现没有 这么多卖海参的是不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卖活海参 因为活海参是没办法发货的 活海参没办法发货 而且你买到活生也不是像你想的那样子 哎 活海参 我一煮就能吃 你一煮就吃 那个海参像橡皮筋一样咬不动 所以没有一个卖活生的 还有一点 就是为什么不能卖活生 第一个 你收到之后它自溶了 就算你没有自溶 假设你买了十斤活海参 到你那儿你一撑 你发现怎么才八斤多 甚至八斤多都剩不了 你看春天那个海参 它开始往外 就脱离海水之后嘛 它就专业词语 就海参开始叫排脏 就是把它内脏排出来 我问你 你收到之后 你把那个海参皮子一层一层 我的妈呀 我买了十斤海参 怎么连水带糖都撑了五斤多 你是不是要骂这个卖家 其实他给你发了说活的是十斤 只是说什么 它有一些比如水分啊 就是不是水分 它的内脏啊 春天还有生花 排出来了 你说这个东西怎么算 你看人家里面 卖胡海参 卖养殖的 海区的货你养不了啊 卖养殖的 蓬森的那种呢 今年养殖海参应该是六七十块钱啊 今年的养殖货是六七十 里面卖养殖海参的 它假设这个海参 它是七十拿的货 它是七十下午拿的货 然后第二天早上 它七十就能卖给你 那么它挣什么钱 它就挣水钱 因为它把海参呢 拿货的时候是 就是扎好了哈 到它那儿它养一晚上 我说的是蓬森啊 海区货你养不了 海区货一出来 它就开始吐肠子 蓬养的海参能养 所以为什么你们在饭店里吃的 那个蟹杀的那个神 他都要求 他一般推荐你僧吃啊 这是因为那个海参 它长得太快 可以一组容易炸 一组容易炸 所以它就让你僧吃 吃海参刺身 吃刺身刺身 吃海刺身的刺身 它一般是这样的啊 卖一年四季里面都能卖的活生 那个是蓬养生 海区的货不是一年四季都出的 是春秋两季 而且时间很短 其实总共的时间 就是满打满算一个月吧 收早了那个水 就是收早了那个海参出皮太低 收完了那个海参 那个词叫入胶 什么叫入胶 就是海水温度起来 海参要下眠 下眠了它会怎么干呢 它就会把身体里面的内脏 把身体里面的内脏排空 缩成一团 滚到礁石底下 然后睡觉 它的整个的海参的这个所有的东西 就降到就是消耗 你就理解一下 就跟那个冬眠是一样的 把消耗降到最低 然后度过这段难熬的时间 等着水温下降了 秋风渐起 水温下降 它再起来吃 再充实一遍自己 就是那脏傻丸又长出来一套了 海参就这么神奇 海参真的非常神奇 就这个强大的再生能力 地球上找不到第二种生物了吧 地球上应该找不到第二种生物 就有这么强大的再生能力吧 壁虎你是断裂 对吧 你不能说我把壁虎嘎弯出中间 一来一刀一来 它还能活着 那它尾巴掉下来 它能活着 它能长出来 海参中间嘎一刀 你就想想 人家内脏出来 人家都能活 那个皮子都能再长出来 一副内脏 这无敌不无敌 这玩意要功课了 要是把海参的这个特性给功课了 你们去想一下 这人离长生不老又有多远呢 长生不老也不是好事 人他们都不死 你说可怎么办呢 地球成不下 我强烈推荐大家去看一下我朋友圈 看一下紫色的海参 再说一遍 看看紫色的海参什么样 我也是第一次见 我也是第一次见哦 喂 不 打错了 不是 我的妈 我大概是 大概可能是十五六年前吧 然后当时呢 我还在上班的时候 那个公司又注册了一个新公司 当时就留了我的那个手机号 还是时不时有人打电话 天青色 等夜里 而我在等你 买生姐家的海参 收到之后 干参 你第一次买 我不是会送一只吗 你仔细闻一闻味道 我送你那只市场货 跟我家的海参 绝对是两个味道 使劲闻 使劲秀 眼睛会骗人 你的眼睛可能分辨不出来 但味道现在他们还没有功课 现在海参造假 现在海参造假 天家 他只能功课什么 他只能功课视觉 就是外表 就是外表长得一样 但味道现在他做不到一样 我现在都不敢跟你们说 那个什么 以后 因为这技术发展太快了 我怕有一天他们把这个也功课了 你们能 就是通过一些能感知到的一些知识点 就又少了 你看我刚开始做直播那会儿啊 17年那会儿 那个时候的养殖海参 就是非常明显的养殖特征 就是很稀流 就是这种的 这是那个时候的这个样品啊 你看 你们看 这个海参养殖归养殖 但是它是个纯蛋杆的 你看 你看肝海参好不好 你为什么要分两点看 这个海参养殖归养殖的 但它是纯蛋杆 它没添加 所以五六年了 这个参 这是最开始那会儿 17年直播的时候 就在直播间里面给你们展示 它没有变化 这个海参还是这个样子的 纯蛋杆的海参 肝海参 纯蛋杆的 你随便放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 只要是食品类的 不都要写这个时间嘛 保质期 其实大品牌也都是写两年 其实海参业窝都是一个里儿 业窝是三年 但我告诉你 你写两年三年 纯蛋杆的海参 你去放它 我现在知道最长的一个客户 它是15年 放到2022年 那个海参一点变化都没有 就纯蛋杆 它没有变化 你买回去那个海参 有的时候就是软了还是啥 因为它不是纯蛋杆的 不是纯蛋杆的海参 过夏天就是到罐 就是到坎 不是纯蛋杆的海参 过夏天就是到坎 有人买过就是淘宝啊 还是哪里买的那个干海参 就是你觉得挺便宜的 一两千块钱的啊 你还觉得吃挺好的那种的 你真的你要知道知道好的东西 它是什么样子的啊 它是啥样的 就跟那个网上有那个卖甲木耳的一样 那木耳那个东西 干木耳都是个六七十七八十 百八的一个东西 那有一些 有一些直播间卖29块8 你知道他们卖29块8的佣金有多高吗 29块8能提将近10块钱 应该是8块钱的佣金 这是佣金啊 那厂家还得挣一圈呢 是不是 那29块8便宜不便宜 便宜 那为什么便宜 添加了 增重了 那个海参 那个木耳的泡发率跟海参是一样的 就是所有的 我所有的干品添加的核心 就是我通过一种添加 把本来需要多的那个 就是湿的活的那种成本降下来 然后它直接就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就是做出来这个东西 它泡发率是低 因为你偷工减料的东西 它在质量守恒的检验下 它最终它泡出来 就泡不出树来 就是泡不出树 并不便宜 为啥深姐姐要自己掏钱 给你们送一个 真的是 有的人啊 有的人在深姐这买了海参 然后谁谁朋友啊 还是自己看着 哎呀人家那海参跟你家一样 然后人家比你家便宜很多 我不怕你们去买 你们少买一点点 我劝你也劝不住 就少买一点 起码是你还知道 就是怀疑怎么可能一样呢 是不是 你那个时候对我还是很信任的 那你一下买很多 你不认准了我骗你吗 而且你一下买很多 谁给你退呀 我说真的 这东西你买回去容易 谁你退 你就想想 有那么容易吗 尤其是卖你便宜货的人 他还想着让你退 对不对 你少买一点 你上当也就 上那一会儿当就行吧 你像我那个洛阳的客户 你一下盖15斤 在我家吃海参 真的从来都是买一斤两斤的 从来都买一斤两斤 在那家一家买15斤 是我家一半的价 说跟我家长得一模一样 我一模一样的东西 我挣你那多 我抢钱吧 我支劲 关键 我还每次都说一下成本 而且你是有泡发率去撑的嘛 那你就想想活身多少钱呀 那你凭什么一半的价 还跟我的发一个泡发率呀 买回去说 这会儿知道了 那个三一点都发不起来 就发个六七公分 还有一个啊 还有一个 以前眼镜不是那个证券公司的吗 他们以前一个同事 然后他这个同事的亲戚是上海的 上海的 他吃海参是因为啥呢 那老早了 这个人 他是因为 就是 癌 然后 医生推荐呢 医生推荐他吃点海参 他以前是没有吃海参习惯的 在我们家买了好几年之后啊 有一次 就是我跟你们讲 海参这几年价格一直在涨 对不对 就是 没有办法呀 咱又不是说 你看人家大品牌的定一万五 我不太涨价了 为什么 他空间足够了 那个海参涨了三百五百的 他还值得给你涨价的吗 那咱三百五百的 是不是就得涨 总共没正上三百五百 涨三百五百 你说涨还是不涨 对不对 然后涨价 他可能就有点 就觉得 哎呀怎么又涨了啥的 然后他就在上海的时候 可能就是哪个店 什么在做特价 还是啥的 应该是还比我家 可能便宜个两百三百的 然后呢 他在我这买一百头的 然后那家是六十头的 你说奇怪 你说奇怪不奇怪 我这定价都是六十到一百一个价 你要要大头的 你跟我说要大头的呀 我又不能说我一百块钱 一百头的卖你一个价 六十头卖你一个价 是吧 然后他那家呢 就卖 就是比我家便宜个两三百 卖六十头的 他就买了 买回去 发现 你看哈 当吃过一次 他就知道了 他买六十头回去 理论上应该比我一百头的 发的大很多的呀 你们去想想 一个是五克 一个是八克多 你应该比我大很多 结果六十头的 还没有我一百头发的大 他回去越心思越不对 那可不是不对吗 大上海市 开个店得多少钱呢 他还不是加工的 我们还是自己加工 他还又倒一边手 然后你再加上那高额的租金 不骗你骗谁 其实也不算骗 我觉得 就有的时候 就有的时候啊 就是他其实也不算骗 因为人家便宜了两三百呀 但是质量不是差两三百的质量 是最少差一倍的质量 这好多人都觉得 哎呀 你看你的海鲜 对吧 你卖三千多 人家那两千多 看你家一样 你就问问你自己 你是不是干这一行的 你不干这一行的 凭你的肉眼 你能看出来 我不怕你们去试别家的 你少买点 你少上点当 你记住 你的眼睛会骗你的 造假绝不可能 啊 这个东西 我就给大家打个比方 如果造假说 纯蛋干长这个色 我造出一个假 那个我造假添加了之后 那个海鲜就变成白色了 你就记住 这玩意你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那都多低端呢 那能骗得过你吗 那什么叫造假 加完这个东西 它跟它颜色一样 什么都一样 就起码在你一个 非内行人士的眼里 它是什么都一样的 你说我干这一行的 为什么有的时候 我不看这个东西就行 你就告诉你 多少钱买的 因为海参这个行业 就是 你真的 你可能钱花卯了 花多了 但是你买这个东西不对 可能这样 但绝不可能 你钱花的没到位了 你花个1500 你花个1800 你花个2200 你又想买野生 又想买纯蛋干 那纯纯做梦了 我们 我们自己 收身加工 我们干不出来东西 你凭什么买得到 对不对 那你只能说上当受骗了 那你上当受骗 你就说 就不像你想的那样 哎呀 我不要纯蛋干的 我稍微差点也行 你私脑子里这么想 你也不想想价差多少 你看消费者的心里 有很多消费者一看 哎呀 你家卖顶纯蛋的 我不要这么好的 你就给我一般的就行了 你脑子里还想的 不就盐分多点吗 那你那个3600 你这个给我整个1600 你问问哪 那个盐有差2000块钱吗 那你说差2000了 你还想差一点点 你还想盐多加个10% 你能接受 我问问你10% 应该合多少的本 我老在直播间 劝你们少上当 少上当 少上当 你就说 是你知道成本 还是卖货的知道成本 真的 你真是属实 有的时候你看不出来 你都不要说你啊 我们有的时候 如果只看照片 你看有的人 把那个照片发给我 我有的时候 我为什么还得问你 多少钱买的 有的人给我耍小鸡脸 不告诉我多少钱买的 觉得 哎嘿 看吧 我花个便宜钱 跟你的一样 你别逗了 我问你多少钱 是因为照片很有迷惑性 有的人还不会拍那个照片 拍的可糊了 谁能可糊了 一眼就看出来呀 你都不要说照片 你就是这个海参 你看这个海参本身 你不结合气味跟价格 有的你都分不出来 不是水平低 是因为这个东西 真的迷惑性很强 你就说你一个消费者 你还能看懂了 对不对 有的人呢 就是我看不懂 我不买总行吗 可以行 不买 但如果说这个行业有危险 有造假的 我就不买 你就记着 啥玩意你都不能吃了 哪个行业都有这种人 救命呢 消费 救命啊 更加热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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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嗯 这一期买什么这一期买那个什么宝贝买八宝短货 挺挺稳的那现在的课程度高啊 好 前侧 好 该 12个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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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的点减料 天常不拆练性 黄色地窗戴 最后变成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看来没有水了 我好渴 生命的选择 曹书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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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的妈 这客户是真不着急 反正我催了好几回 那个客户不是我直接做的客户 我没办法直接联系客户 今天人多了 不说话都是可能游客 你看有的地方是什么样的地方 因为有的客户不是我直接做的 是别人在我这拿货直接让我发走的 有的地方有些收件地址是什么 是什么县 什么镇 什么村 你到这样的地方 他不会给你送到家里的 而且你们信不信越到下面 他就是他这个时销越慢 我都老着急了 因为但凡是这样的地址 尤其是省外的 一般是今天发第二天到不了的 也就是说他在路上已经24小时又加12小时了 本来在路上的时间又长了一些 我从今天早上八夜来钟 我就跟那个在我这拿货那个人 我说你跟客户去说一下 这个东西已经在派送了 然后收到之后赶紧放冷冻里面 然后谁知道那个还不是在派送 是派到 你给我点了520个赞 我说你手速库可以啊 谢谢谢谢啊 然后到了那个 他就是从那个派送点 又到了那个什么什么合作点 你看到那了 你知道有的 就是他不着急通知 我就让我说 你赶紧跟客户 让他赶紧去自己提 哎我发现整个过程就通常我着急 就我着急 因为这个海参啊 其实化动了 他没事 就是稍微化动一些 他没事 但是他有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你看 咱们这个海参全部都是抽真空 当里面的海参是硬着的情况下 你抽真空 他很好看的 但如果这个海参化动了 变软 然后他这个抽真空的这个 这个这个 他依然在使劲 他使劲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你本来就变软了 他就会不停的挤压这个海参 把他挤扁 把他水分挤出来 因为即使海参本来就是 吸水泡大的对不对 他又不是说干参 很影响客户的观感 就是感觉不好 就我在 我今天一天看这个单子 我看了五遍 还是没有签署 也不知道说 已经拿了 但是没有登录也有可能 你看了那个紫色的海参是不是 看一眼看一眼 我没有水喝了 不行 我得去蒸点水 看了 其实紫色的海参 我第一次煎 活的 第一次煎 那不是变异 因为海参它 它有一个变色龙的特性 它的颜色会跟周边的环境 去做一个融合 像紫色的这种 你们看 我的朋友圈里有解释的 那个上面也有解释 紫色的 因为我特意去查了一下 它在什么情况下会变紫色 就是那个礁石上面有那个 那个东西叫什么石 什么什么什么 石头花的 它就会变成那个颜色 但很少 这种情况会很少很少 所以见到紫色的海参很 很内傻 包括白色 就是紫色的海参 白色的海参 都属于十万里 十万个里面 都很难见到一个的 以前白色海参 炒的非常非常贵 就跟 就这个东西 炒这个东西就像什么 就像 比如说 那个 是哪里那个鱼吧 什么头鱼 那么我问你 头鱼凭什么 头鱼 头住香 你凭什么好几十万呢 一条鱼罢了 上住香罢了 对不对 那它就 炒作就值那个价 其实那个海参 白色海参 以前也有拍卖的 白色海参 什么十万块钱拍一个 还是多少钱拍一个 其实就是一种炒作 就是一种炒作而已 不是 你们说便衣的话 有的人不敢吃 不是便衣 它就是它天然的东西 所以为什么 海区底部野生的海参 它是 就是你们看 干身也好 即食也好 你们看 它其实颜色 没有那么一致 你看咱的即食海参 它有深有浅的色 不是说奇刷刷的 我那天看了一下 眼镜这个朋友圈 我就不看眼镜朋友圈 我给你们看一眼 我那天看了一个 眼镜的朋友圈 这个它第一个拍的是 这个 你们看啊 这个是海参的半成品 就是拉刚眼海参 这个它是拍人家的 这个是南方的海参染色的 就是北深南洋福建参染色的 通黑通黑的 你们看 森姐也家了 你们看我家的 你们能不能看出来 就跟之前这个不一样 就这个颜色它不正常 这不是正常海参 它不会到那个 正常的海参 它不会像那个 就像那个 沥青一样 就是油的发亮 它不会那样子的 这都是有毛腻的东西 因为你看有的海参 骑刷刷的黑 不管是该参 骑刷刷的黑 还是及时的骑刷刷的黑 它都 它都不对劲 都不对劲 早些年 你们就是2017年 我讲海参鉴别的时候 我还跟你们说 就是买海参 就是颜色浅的 就是那个及时的 颜色浅的不对 对不对 那是2017年 是不是 为什么现在我不讲了 因为他们已经 把那个颜色给做的 比海区底部野生的 还深了 所以那条就不适用了 没有电 那条就不适用了 我现在讲了 鉴别的点越来越少 就是因为 有一些鉴别点 你们容易看的 已经越来越突破了 以前的条形 养殖的跟海区的 差距可大了 现在差距越来越少 因为那个森棉 它们这个技术越来越高 就是培育的这个森棉 越来越好看 那天店里来 那个小伙 他也是干加工的 那小伙是干嘛的 那小伙曾经就被那个 就被人摆了一道 就是被那啥了 我给你们看啊 就这个 我的妈 他说姐 你看不看那个福建党儿 我说你看我这 我也不卖那个货 我说我卖不动那个货 我没法跟客户 睁眼说瞎话 我说再说 我看不惯 他说你看 他就给我看 他说你看这个森 你能看出来吗 哎 你们看 这是福建货 吓不吓死人了 但是他放在手里摆的这些 一定是长得很没有迷惑性的 他不会全是这样 你就记住 你凡事你就看整体 你看不看 这个整体的 你们就会发现 跟他刚刚在手里摆的 还是有点区别的 他摆在手里的 他属于摆的非常漂亮的那种 申姐姐给你们拍照片 也挑漂亮的 好看的给你们拍 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 你们看 这些森里面 你们就可以 因为他全部是把海参 带刺的那边摆在上面 你们看 他整体就是齐刷刷的色 看清楚了吗 就是他非常整齐的颜色 他跟咱家的就不一样 然后呢 他有的海参 就这样直愣愣的 有点反向翘 你别看一个两个 你看一个两个 看不明白 你就是要看整体 但不得不承认 现在的神一惊 就是他的迷惑性 要比之前 前几年 迷惑性太强了 所以你们买海参 认准吧 认准吧 不是满脑子 只想做好货的人 他不会做 他不会做海区底波的 野生的海参的 真的是贵 真的是贵 然后呢 消费者很多时候 他看不懂 就是你觉得你的眼睛 能看明白差别 除非是这两个海参 在你面前 同时摆在你面前 你去绣 你去闻 你去各种去找不同 你才会觉得有点不同 但是这点不同呢 你一看那价 怎么差这么多 你就会觉得 哎呀 就这么一点不同 怎么差那么多 那我挑便宜的买了 很多人是这个消费里面 所以你对海参的要求是 差不多就行 你就 我真的劝你 就不要吃海参了 这玩意儿啊 要吃你就记住 一定是吃好的 因为你只有吃到好的东西 他才对 就是我们吃海参 就首先我要明确 因为什么 绝对不是因为海参价格 最便宜去吃它 我想通过海参 吃过一段时间 对吧 对我身体比较好 我买给父母 希望我们父母的身体比以前更好 你是这些想法 你就不能图便宜去买它 就包括咱送礼也是一样 不要认为收礼的不懂 把这种可笑的想法放在心底里面 不要认为收礼的人不懂 他能收你的海参 就有可能别人也送 而且你怎么知道 人家没有常年食用海参的习惯 对吧 我说了这玩意儿 但凡吃过一次好的 他就知道这东西 质量称资不同 是不可笑的 我说了 没有人家的包装 不可笑的 不是不可笑的 你不可笑的 是不可笑的 好笑的 不是不可笑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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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